来看看新闻网 当奢华训练临近尾声时 场地内外开始聚集了大量的曼联球迷 原来他们是花了100元购买的训练观摩票 提前一天先度为快 13年以后重回上海 蛮有一种回忆的感觉 然后又看到福克森第一次来上海 感觉非常棒 从来没看过曼联的训练 想看一下他们世界级俱乐部 他们的训练的水平是怎么样子 7点刚过 曼联的大巴缓缓地使进球场 以福克森领衔的曼联重将 引得现场尖叫声联络 欢迎之后 曼联终于登场训练 斯科尔斯 菲迪南德等球员 每一次颠球都让看台上的球迷兴奋不已 而球场边还有一位特殊的球迷 他就是13年前率领生花与曼联交手 之后又加盟英超的范志毅 范志毅坦言 13年后的曼联还是全球瞩目的红魔 而神花又有两名大牌加盟 但今晚的球市恐怕恢复不到当年了 最难忘的就是没有想到这个局场能做嘛 哦 当时是吧 那你估计这一次呢 这一次我估计不会像99年间 不会像99年间 因为当时99年间港澳台很多都是包进来 作为一个礼物的项目 东方卫视记者是梦娜上海报道